我就是用浴缸泡脚 好冷啊 是不是好冷 你整个人 你整个人 你整个人躺下去不是也是泡吗 但是就单 但是就单泡脚就很饿了 那你洗澡也是啊 你洗完澡才去泡的呀 你想一下我泡全身的地方 那个人泡脚 好过分哦 我在人家那种洗澡桶里面泡 是这种感觉 可是我去 我去无心机酒店 我对吧 就算不是 就算真的是无心机酒店 我每次去 你就真的用浴缸泡 泡身体吗 所以你有套 我都是套 套了那个东西才泡的 上次去就套了 泡了 我上次去 你有套 那个套 对啊我是套完那个套子才泡 给我一个吧 我用完了 我买了 我买了 因为我之前用完了 我这一次去澳门都没有泡 我不能泡 你忘了 这一次去澳门我泡不了 等等 问弹幕 弹幕 谁是拿浴缸泡脚的 请抠一 我就 来我们来再现看看 我看看 你看 你看全都是不只有我 不能理解 你看 而且我之前vlog里面好像有说过 我 我说晚上 什么你提倡大家 不是啊 浴缸泡脚啊 不是啊 我说 我上次在 就是我上次 像你中人该被全人类消灭 我明天要把这个当作我的电脑放 可以啊 我觉得放不进 我觉得放不进 太小了 真放不进 经历什么 下次自带浴缸 自带浴缸可还行 对 放不进 还是你 带我这个 我这个应该放得进 你要背吗 但它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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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洗最近 你看看 你先看放不放进 因为我把里面这个棉抽出来 你怎么还把棉抽出来 因为我 不用 那个东西太厚了 顶着我的背难受 家里 也不会有浴缸 对吧 我家没有 许杨没有 你怎么知道我家没有 你自己说过你家没浴缸啊 我跟你说过吗 啊 好吗 哈哈 我觉得家里有浴缸的 一般都不是普通人 我家以后会有的 我也 我觉得以后 你这样 你那个棉有那个棉 你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你看 床上就这样 你背起来就不是这样子了 太丑了 对吧 你说我这样背去 你自己想 是不是很苦啊 哈哈哈哈 好 好 好傻哦 对啊就是 就是你用完浴缸之后啊 你们懂吗 就是你用完浴缸 你还要擦干净 就会很 很好笑 不是 不是我不是说 擦浴缸很好笑 我是说许杨玉卓 现在背那个包很好笑 但是我背起来没有这么好笑 但是我背起来没有这么好笑 不知道为什么你背起来有点像那种 就是人家那种 就是人家那种 就是 对对对对 他说你背起来那种怪感 你摸拿你了 想一种 我没有摸 对就是 就是 就是 可能是你把那个 平板电脑放在里面了 就好像背了一块板砖出门 你能不能塞一点东西看里面 塞厚一点 看看感受一下 我知道了 你没把那个 你给我 你给我 你这个东西没挂上去 他们两个是一体的 你要把它挂上去 看我的鸭鸭是不是很可爱 半夜12点背着书 你看这样子就好很多 对这样子就没刚刚那么少 还可以哦 对吧 就这样吧 是不是比较好一点 明天说是机场时尚吗 我讲不出口了 明天许杨玉卓在机场时尚 你只要会出现 装心的鸭 鸭 看我的 看我的电脑包 是不是很潮 但我拿这个一定会撤掉的 像我这种人 就是 成功 成功 成功人士 张总 我不行啊 看许杨玉卓 看我 看我 撞撞撞 是不是很帅 但我不行啊 你好 嗨 借你用一用 明天 这几天 塞得下吗你 没事 我拿这个吧 还是你先把这个装进里面 再装进里面 这可能装不下 那你用啥呢 我现在出门都不带包啊 蛤 对啊 我这最近都没有带 因为我都不去很远的地方 卖电脑包的脑 了解一下 嗯 对 如果有什么就是要代言电脑包的 觉得你们可以赞助我跟许杨玉卓 三四二这个宿舍 两个人都有一人一台电脑 我们都需要自备一下电脑包 是不是许杨玉卓 快 对 谢谢大家 你看我们平时出门 机场时尚会用到它 然后 去剧场时候会用到它 是不是 对 暗示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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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天呐 我有电脑包 我不需要真的 我有 许杨玉卓需要电脑包 你们给他送一个吧 真的 救救孩子吧 许杨玉卓电脑包真的不能带出门 他长这样能带出去吗 不能 哎呦 你看许杨玉卓个这么潮的人 你看他拿着他电脑包是一个怎样的东西 哦不行不行不行 万一大家就是不知道想送我什么的话 你可以问一下许杨玉卓 对 张欣他想要 嗯 iPad Pro 哈哈哈哈 我不是 等一下 小玉卓 我说这个是我自己买 不是他们 哈哈 你 不是 哈哈 哈哈 杨姐 笑死我了 小玉卓 不好意思 收回收回 收回 她自己想买 哈哈哈 这是我要买不是 不是要 不是要送的 啊 啊 笑死我了 杨姐最近啊 干嘛 你叫杨姐生日我要送她什么吗 杨姐生日要送她一台新的iPad 是不是杨姐 是不是杨姐 我知道她用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让我说吧 等我修好了我就还给你 他特别嫌弃 不是 不 你不是嫌弃我 我没有嫌弃你啊 对她没有嫌弃我 她觉得我的那个很迷你可爱 我嫌弃这个 哈哈哈哈 送给你好吗 送给你 不要 拿去用拿去用 杨姐还缺什么 杨姐说 缺什么 杨姐缺 杨姐 哎 没事了 哈哈 杨姐你说你缺什么 生日我送给你 那就私下说吧 台面上说都不好 可以 试一下张欣这个东西 好看的呀 是什么 一颗扣子送给人家 不是啊 这是你之前的衣服上面 掉下 我到现在都没有给我缝好 他们快点给我缝 小玉卓 这是小玉卓的扭扣 大家看 我就穿过一次的衣服 我给张欣穿了 张欣把我衣服穿烂了 然后到现在没给我缝好 留下一颗扭扣的衣服 你知道吗 如果喜欢一个人 就是要收她一个扣子 这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以前毕业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喜欢那个人的话 你要把她身上的扣子扒下来 知道吧 这是 这就是那个扣子 是啊 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留过 自从那个扣子少一个之后 我再也没穿那个衣服 我总觉得它有点瑕疵 就是我从来没有留过别人任何一个扣子 这是第一个 我跟你讲 也是最后一个 你想扔了她 然后可是你又懒得缝 不不不不 你又有点不心爱里头的扔了她 你就只能放在这 你又不想帮我缝 不是没有没有没有 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 啊 这都垃圾头里了吧 没有 吓死我 是